东亚运动会的射击比赛 在开幕礼前已经举行了 参赛选手包括来自韩国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和中国全运会的金牌得主 原本东亚运准备兴建一个标准射击场 做比赛场地 不过最后因为工程问题 令到计划落空 大会只是将南华会的射击场 重新布置举行赛事 受到场地的限制举办的项目 也由原定的13个减到只有4个 初赛开始 有12个选手争入决赛 港队代表黄辉和黎振刚 和过往一样 他们只能靠自己单打独斗 不像其他选手 临场有教练从旁教路 今天比赛我就紧张了 还有中途很多的错误 就变成我自己在这里 自我在这里反省一下 是什么问题 而见到别人打得不好 又有教练叫出去 然后回来又不停打十分 就好像有些心酸那类的感觉 香港都做不到 连澳门都一样有教练 为何到现在还是原地踏步 来阵江最后差6分才进入决赛 队友黄辉虽然可以晋身决赛 不过最终都三甲不入 我的成绩来计算 都是打多几年 看下游队能够提升上来 超越了我 可以有机会打动政府 对这个射击项目 可以重视少许少许多 在这届东亚运的比赛项目当中 有两项是由运动团体 以致富人规的方式举办 体育舞蹈是其中的一项 主办这项比赛的 香港体育舞蹈联盟 希望透过参与东亚运 令到这项新兴的运动 更加普及 来自六个国家地区 一共六十位选手 竞逐十二面金牌 Jimmy和Carol 代表香港参加标准舞项目 吴森俊和林慧宜 就出赛拉丁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比较以业余的身分来说 当然竞争上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我们比较把我们的目标 放在韩国一血痴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所謂的,我算你… 通常比賽… 很多時候自己比賽 會比平時的水準扣30% 很少達到平時自己跳舞的水準 所以我開始有點擔心 今次有幸代表香港 真是一個光榮 加油 經過十個月的訓練 港隊跆拳道有六個代表參賽 希望可以得到好成績 為跆拳道爭取成為精英運動項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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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在初賽,張欣已經不敵對手 無緣進身決賽 不過,他的隊友就有三個入到四強 成績比與其中的理想 練習舉重兩年多的胡偉信 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第一個 代表香港參加男子舉重的運動員 他說自己的實力 跟其他職業選手還相差很遠 這次出戰東亞運 他的目標只是希望 臨場可以發揮到自己平時的表演 今天表現…一般 是… 在掌舉的時候,剛開始就比較緊張 之後到停舉時,可能人比較投合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比較新的成績 其實舉重只不過是香港不流行 其實世界陸地很多地方都會有舉重訓練 會繼續,一定會繼續 因為其實我最初練習舉重的時候 也不是為了一比賽而開始 跆拳道比賽結束 港隊最終為香港獲得一銀兩銅 成績比以往有很大的進步 表現有機會,覺得有能力 我們只欠這些配套 我們每次再次的一步 我們慢慢地上去接近我們的目標 現在這個結果,我們也滿意 我都會堅持下去 在此時,請歡迎你黃金獲獵師 從香港、中國 經過一天的比賽 香港體育舞蹈代表 一共得到三面銅牌 包括Jimmy和Carol 林慧儀和吳森俊 兩隊組合雙雙獲獎 我會覺得其實是 昨晚頒獎台那一刻 我覺得我自己真的可以盡力 為我們CANCER和MAYMISS 真的我覺得是有一個交代 我覺得我不會讓他們丟臉 我都想他都不害怕 多多運動會成為我導演賽 現在的體育政策就是 精英體育有成績 政府的支援會比較多 所以現在出了十多項的精英項目 從體育發展的平等角度來看 對於對際的運動是不利的 對於一些冷門的項目來說 渠道或是市民、青少年 想去第一步的參與來說 其實這個空間都可以再擴闊一點 可以嘗試在精英體育政策裏 作一些微調 看看可不可以把這些項目 納入去做一個精英發展 其實一個精英項目的發展 我們平均要看五年至七年的時間 才會有一個成績出來 這是一個世界性統計的數字 沒有可能一個選手 你現在給他今年 我給你做精英 你明年就一定有成績出來 比賽開始了 第一個彈出來的就是黃絲提昏 黃絲提昏順利拿到香港的地面 香港運動員 在近年的國際比賽履創戒職 一些冷門項目的表現 更加出人意表 港隊今次的出色表現 對推動本地運動肯定起積極作用 假如日後可以多些扶持 非精英項目的運動員 鼓勵年輕一代參與 相信可以為香港 培育更多的運動精英 我們一起出發 環境未來的 Cor&T 美朗凡美